金沙 最后就是张豆豆和于嘉宜开始了沙漠约会 对张豆豆来说 这一次约会让他冲破了自己固有的生活圈 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生活 各种挑战冒险项目都玩了个遍 但是最终在互助新生中又出现了分歧 在张豆豆看来 这次恋爱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自己是很认真对待的 但是于嘉宜认为自己一切都是随缘分 至于其他还要看以后 这让张豆豆有所担心 也让男方不自信了起来 对于这三对嘉宾来说 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在婚恋关上产生了冲突矛盾 但是这些又都不是最为致命的 毕竟在有限的时间内 所有的一切也都是表面印象 对每个人的认知依然有限 所以难免会有偏差 而肖亚轩 王浩 这对成熟恋人就大不一样 虽然生活中也经常出现磕磕绊绊 但是依然互相理解包容 早已成为了亲密的一家人 互相分担一切 所以对于金晨 金沙 张豆豆来说 目前的困扰都是暂时的 只要能够再进一步也许就成了 但是这一步又是最难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